欢迎回来 传统汉字如何与当代艺术结合呢 今年首次推出的汉字当代艺术展 跟台湾很多位艺术家合作 像是艺术家庄普 他把古文观止 《红楼梦》等等经典著作 剖半烧烤 然后再用铁钉钉在墙上 强烈的艺术风格表现 文字是一种力量 更是一种武器 很多书我很想看 一生很想看 到现在都还没碰过的书 当我拿到这个书的时候 我真的很舍不得把它们变成作品 那我就扮演这个昏君或暴君这样子 把书给屠杀了 就是用锯子把它锯成一半 然后让他们上了钉子 钉在墙板上面 那看起来算还蛮暴力的 将一本本金装版著作 用铁钉钉在墙上 有些页面还有被火烤过的痕迹 这是当代艺术家庄普的作品 上历史课的时候 都会昏昏欲睡 可是当老师谈到这些暴君 像齐齿光焚出坑炉 长大才知道 就是笔杆子里出政权 就是革命并不一定 只是枪杆子而已 笔杆子也可以革命 知识是一种力量 文字也是一种力量 也是一种武器 今年首次推出的 汉字当代艺术展 邀请多位艺术家 以装置艺术 音乐 戏剧等方式 表现汉字的艺术 展区主要集中在 富有人文气息的陈南街区 像我们说的很多的 俄雅 红饭这些书店 然后还有一些像余光宗老师 这些人曾经都是在这个区域 有居住过 所以我们是觉得说 这个区域就是一个 它有一个独特的文化底蕴在 文字的魅力还延伸到店家招牌 邀请书法家改造别有韵味 室内的展览也各显特色 在某人曾说的展览中 艺术家许剑宇收集近百本的艺术书籍 将它们装在行李箱或是脚踏车上 重新诠释这些以艺术为名的书 观众到这边的话 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装置形式之外 同时我们也可以去翻阅这些书籍 然后来去了解在我们这一个书店里面 或者说在这个市场里面 到底有多少的书籍 是使用了艺术这样的字眼 来去诠释它们的内容 这幅远看像是水墨画 此夕一瞧原来是利用细小的文丁点描而成 这是艺术家陈俊豪突破传统的创新水墨 体现汉字当代艺术节 想要探讨各种文化的改造 汉字当代艺术展连接成南区文化 整个11月份走在旧区街巷感受文字艺术 帖子